你相信一年操控吗 这只打游戏的猴子 正通过一年控制打满的移动 来接触平方球 为了使瘫患者 能通过意识操控手机 这是脑机借口公司 Neuralink所做的实验 他们将芯片植入猴子大脑中 使其接受并解码神经元的信息 最终将脑电波信号 翻译成操作指令 达到人机共存意识用舍 是想用意识玩手机 是有多酷炫 而后续更高版本 会将大脑的信号 通过Neuralink 在溜到身体的运动芯片中去 从而使瘫患者能够再次行走 不如我 献起讲 能让物体结冰的火焰 你见过吗